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从四经菩萨的发菩提心经论 我们学习能够了解发菩提心 而且落实在六度波罗蜜 那我们已经从六度波罗蜜之后 也谈到如食品 就是第十品的如食品 能够落实在所有的善法修行 能够历练我们的心 这样子来提升智慧 就是亲近无上正等正觉 也就是无上的菩提 我们又由无食品 进入第十一品的空无相品 从空无相品里面 主要也还是在强调 从六度波罗蜜 能够实行所有的善法 种种的菩萨行 那在诸法的本性 也要能够知道空无相 主要的也就是 要以无所得的心 来修各种的善行 所以称作空无相品 而且从空无相 可以无所得这样子的一个 诸法的本质能够体会的话 那才能够正式进入 能够臣服这样子的一个关键 那在我们凡夫的境界里面 我们可能都会觉得 这个部分是比较不容易了解 可是在有违法的善恶里面 我们应该也还是可以着重在 行善行 然后心里能够趋于 没有执着有善可行 那这样的时候 是心能够更加的自在 所以从空无相品里面 我们接着再来了解 有空跟无相的诸法的本质 也并不是说是完全没有 而是在有所行诸善行 是在各种的善积极的 行善的这样子的当下 都没有执着 那从发菩提心经论里面 我们已经谈到 能够了解我们的五蕴 还有我们的六根 跟六根所对的六成 种种 实际上每一种法 本身都是自在的 所有的法 也就是所有的现象 世间存在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心 所呈现的各种的心念 这些都是叫做诸法的内容 那在这些诸法 我们因为是有主观的执着 所以我们才会有种种的烦恼 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诸法 实际上每一个都是独立 都是自在的 那我们的心 也能够在诸法里面 就得到自在 所以这里面 我们从上一个单元 就了解到诸法本身 都没有对我们 产生过任何的约束 所以也没有解脱 就不需要有这样的相对 的这一些的对待法 那乃至种种的方向 或者是清静 懒悟 这一些的相对都没有 甚至连此案到彼岸 说我们要得解脱 是从我们受苦的 世间的此案 然后呢 要得到解脱到彼岸 这样的对待也没有 所以这样子了解 没有任何的这种 对待性的时候 我们的心 基本上就是能够看到 诸法的本质 它就是没有一个实质 它会绑住我们 让我们不自在的 这些的状况 所以这样的一个关键 应该也是要从我们的 一个观念上面去厘清 也就是我们听闻了 这样子的一个经文 那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心里有遇到任何的烦恼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观念来观察 既然诸法是空的无相的 那为什么会有烦恼呢 那这个部分是因为 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情绪 我们一直在执着它 一直在扩大 在继续来将这一些的念头 种种的意想 情绪 我们都在操作它 那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 它的本质 它是空性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放下 所以能够用这样的观念 来带动我们这样的一种观察 然后实际可以进入这样的状态 那实际上呢 马上就可以得到一种自在的感觉 所以这样的观察 就是从正确的文法 还有能够思维而得到的 所以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学习 所以虽然这样的观念是比较抽象 跟我们平常要做一件事情 要去学习一个了解的名相呢 是跟我们平常经验比较有关系的 那可能比较可以进入 可是在这边讲到空是诸法的本质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用相对法来去掉 那我们呢 也用这样子来学习 接着我们就要再来了解 了解在发菩提心经论空无相品内容 又谈到从空里面 我们也能够了解是无善无恶 也就是没有善跟恶的这样的差别 那这个呢 当然是从本质上面 也就是说善它的本质也是空性 那恶本质也是空性 也就是在佛菩萨能够进入到真正的诸法的真相的时候看到 所以诸佛菩萨才会不舍众生 也要度地狱的众生 那我们凡夫也都是有善有恶 那也就是我们也可以成佛 能够发菩提心来成就我们的无上正等正觉的原因 也就是在善跟恶实际上呢 也都是一个本质都是一样的 可是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不能说在我们的程度里面 有为法里面 就说善跟恶是一样的 因为在有为法就是有作为了 那有作为的时候呢 我们在善恶里面还是会有因果 所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只是说当我们有恶有善的时候 那我们都还不能够究竟进入 就是看到诸法真相 我们没办法真正正道胜果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还要再看到诸法真相的时候 那我们本身也做过善跟恶的这一些的 种种种的业 那我们因为看到诸法的真相的时候 那这些善跟恶的本质呢 它就能够对我们没有挡住 或者是让我们不能成就菩提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关键 也就是因为善跟恶的本质也是空性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就是在对待里面 还是我们因为能够进入了清净 而看到诸法真相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绝对不会再造恶 那时候的善 当然是还是积极在行善 只是善呢就没有执着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为什么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呢 是没有众生可度 并不是说菩萨不关心众生 菩萨是真正关心众生 那也在度化众生 可是菩萨心里没有觉得有众生可度 这样的一个挂碍 这样的有所得 所以才能够度无量无数的众生 而不以为苦 所以这样子来了解我们 从菩萨的角度 比较能够了解这样的境界 那下面又谈到说乃至亦无空相 也就是说有正道这个诸法的空性的时候 也不以为说就有一个空的观念在那里 所以也没有空这样的一个相貌 一个存在的一个情况在那里 所以是故名空 所以这样的空还要打破说 有一个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那里 所以菩萨若如是知 因介入性即不取浊 是名法人 那在这里又进一步呢 就从空的这样的一个诸法本质 再谈到说真正这样子能够体悟到 诸法空性的菩萨 他也还是在积极在度货众生 可是他也知道因介入性 就是五因还有十八介十二路 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诸法的空无相 就是举例以五因还有十二路为代表 那这里又加一个介 就是范围的意思 就是十八介 就是我们眼耳鼻舌生意六根 所对的六成 那都会有六根自己的认识作用 所以呢 总共加起来就有十八个范围 就叫做十八介 我们自己本身的眼睛眼根啊 它本身就有这个眼球 那种种的这一些的构造啊 它的一个范围 那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我们说的有物质性的 有颜色的 那这些也是一个范围 那我们眼睛从能看 跟被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所产生的这一些的认识的掩饰 那又是一个范围 所以总共十八个范围 那在这三种的这种情况呢 它的本性 那菩萨都知道 可是呢 就不取着也是不执着 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本身的 所有的身心的这一些的操作啊 我们所有的这一些存在的现象呢 它都有 可是呢 我们就是如是观而不执着 那这样子的一种菩萨呢 到达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就叫做法忍 所以法忍 我们说它是已经达到认识诸法的空性 然后又在有的之中不取着 那这样子呢 就是对于诸法 能够体悟到诸法的空无相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叫做法忍 所以我们常常说法忍啊 信空啊 这样子的一种境界呢 它是菩萨已经看到诸法 空跟无相的境界了 那所以进入到法忍 那在 发菩提心经论的第十一品 要谈空无相品啊 最主要的是 从 发菩提心以后要落实到六度 波罗蜜的实践 要能够行菩萨行 然后又进入如实品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在各种行为里面啊 实际上是靠我们所做的各种的善行啊 来磨练我们的心 然后又在 我们的这种各种 四相 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这些种种的原里面啊 我们要去了解诸法的本性的空无相 而进入到法忍 然后对于诸法没有执着 那这样的时候呢 才能够再进入就是所谓的受祭人 所以在空无相品里面啊 就是顺着发菩提心经论的次序啊 他就是一层一层要导向说 发菩提心最后如何能够成就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啊 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内容实际也是很大的学习 也就是要了解说 我们发菩提心在落实六度波罗蜜的时候呢 是很重要的这一些的我们的种种的训练 我们要真正能够布施慈戒忍辱 那还要精进的修禅定跟能够真正的有智慧观察一切诸法 那这样的智慧要提升到什么程度呢 要看到诸法的空性无相 所以能够达到法忍 然后接着还有一个受祭人 那受祭呢也就是成佛的受祭 所以能够得到成佛的受祭的时候 才算是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那那个也就是发菩提心最终究的一个目标了 所以我们在第十品的卢食品 说我们借着六度波罗蜜种种的善行 能够知道说这样子就是在善修我们的心 那这个时候才是叫做清静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清静就是慢慢可以渐渐地成就我们的无上的菩提心 那所以从第十一品开始 就要再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智慧是看到诸法的空性 那这样的时候称作法忍 那这样的时候称作法忍 然后再进一步才能够得到受祭人 所以在发菩提心的经文提到说 这样菩萨能够从因戒入性不执着 那就是法忍 然后菩萨如是忍故得受祭人 也就是菩萨能够在诸法看到真正的空无相的这样的一种境界 那就能够得到法忍 然后能够一直修这样子的法忍的时候 就进入受祭人 就是受祭成佛的这样子的一个忍 也就是修过法忍 然后得到受祭人 那下面在发菩提心经论空无相品里面 就接着就用一个辟喻的故事 就是一个事件 辟喻就是用一个 就是有一件事件来说明 什么叫做这个受祭人 然后接着又以释迦牟尼佛过去世修行的时候 他本来还没有证到无上正能证觉 那他有很长的时间 他修行以后 他才能够得到受祭人 那得到受祭人才能够成佛 所以在下面的这两个辟喻 我们先看第一个辟喻 他的经文说 诸佛子譬如菩萨养书虚空 西写如来十二部经 无量节佛法已灭 求法之人无所见闻 众生颠倒 造恶无边 富有他方 静智慧人 灵敏众生 广求佛法 广求佛法 行道于此 见空中至 文化分明 即便逝之 读诵 受祠如所说行 广眼分别 利益众生 此疏空者 事空至人 可思亦否 而得宣传 修习受持 引导众生 令离戏父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谈到 过去 就是有菩萨 在修正了以后 那么呢 就在虚空里面 就把他修正的这些法门 就写在虚空里面 就是我们的天空 或是我们的整个大气的空中 就写这种无字书 那么他就写着 这边就有一个名像 就是写如来十二部经 也就是佛 是如来 那佛所教导的十二部经 都写在这个空中里面 那这里用十二部经呢 就是来代表佛所说的 一切的这个法 那当我们就是 现在我们读的经典 就是记载了以后呢 就是佛说法 有按照这个佛所说的内容 它是不同的这种形式 或者是它是不同的内容 那有时候佛为什么说法 那这一些不同的这种背景 而称有十二种的方式 那第一个就是叫做弃经 就是经 我们说的经典 通常以这个 互难 背诵出来说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什么地方 然后对谁说什么法 那这个呢 就是一般就是 以我们说这种散文 就是叙述式的 就是记载下来 那第二种就是一种祭诵 那祭诵呢 就是有分两种 一个就是 就是从诵 就是长行 就是散文的方式 叙述的叫长行 那长行里面说过的 那在这个祭诵又把它 用这种我们像诗词的这样的方式 再把它叙述一次 所以叫重诵 重复再用祭诵把它写出来 那第三种就是 叫做奉诵 就是孤起诵 那孤起诵就是 这个佛在说法的时候呢 其中有个部分呢 是用记诵的 记诵的 因为梵文里面呢 它也有一些 是用对句的 就是有四个字 四个小段 变成一个这样的诗 那这个就叫 就是诵 那如果是对应长行 重诵的 叫重诵 那如果是单独自己的意思的 那叫做孤起诵 也就是直接用诗词的方式 那这个已经是三种了 十二部经的前面三种 就是契经 还有重诵跟奉诵 就是孤起诵 那第四种呢 也就是纪别 就是授记 也就是如果经文里面 有佛为弟子们授记做佛的 那就是纪别 所以这一类是特别的内容的 所以前面三种 是以经典的形式 就是长行的叫经 那这个祭诵的 就叫做奉诵 那奉诵呢 如果是重复长行的 就是重诵 那如果是单独自己的意思的 那就是孤起诵 那第四种纪别 像法华经里面 释迦摩尼佛为神闻弟子 第一个先从设立佛 授记将来成华光如来 然后接着又为这个大家设尊者 虚菩提 这些神闻弟子都授记做佛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特别的一个经典的内容 所以叫纪别 那第五种的就是自说 也就是像阿弥陀经 佛没有任何的弟子请佛说法 而就直接就说佛就说过去 就是离这里呢 就是有十万亿佛徒 有这个佛是现在正在说法 就是阿弥陀佛 然后就叙述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 为什么是极乐啊 因为都没有苦啊 所以都是只有乐 所以称作极乐 那这个是佛没有请而自说的 所以这个是以佛说法的这种发起 而定他的这种这个经文的特质 所以叫做自说 那第六种就是因缘 就是佛教化他的一个因缘是为什么 那这个时候就是有弟子们请佛说法 所以就好像在经典的续评里面 就会介绍 然后当时是有这个像法华经里面 摄立佛请佛就是三请啊 然后请佛说法 所以叫做因缘 那第七就是辟喻 辟喻就是用故事性的 有情节的来说法 就像我们在这里 就是发菩提心经论里面 那要本来都是讲义礼啊 要怎么修啊 那怎么对质啊 那这些都是义礼的 那要用一个什么事件 有情节的来说明的时候 那就叫做辟喻 那在法华经里面 也有这个七个辟喻啊 有药草辟喻啊 火宅喻啊 那这个穷子喻啊 很多种 那这些都是一个故事性的 叫辟喻 那第八就是本世 那本世呢 也就是过去的因缘 过去世 那本来释迦摩尼佛的过去世 有本身经 这个是专门针对释迦摩尼佛的过去世的修行 他所就是做过任何的这一些菩萨行啊 修行的这些一世一世的内容 那就叫做本本身经本身 那如果除了本身经有记载之外的 是释迦摩尼佛过去也好 或者是释迦摩尼佛的弟子们 的过去世也好 那这个时候就叫做本世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用佛如是说本世 就是有过去这一些的过去世的事情 那是跟本身经不一样的内容的部分 那第十呢也就是方广 方广呢就是要教导广大深奥的教义 那像我们这个华严经一开始就是佛说大方广佛华严经 那这个就是方广部 那大部分方广部呢就是属于大秤的 那只是说有一些大秤的经典啊 就没有在标大秤像法伐经 或大秤妙法联华经 那这个大秤是我们汉译加上去的 那范文就没有大秤 那只是有一些经典 那虽然没有加大秤 它也是大秤 那方广就是像华严经 它就直接有加大方广佛华严经 那这个部分都是大秤的 那另外第十一种就是西游法 或是未曾有法 那就是经文里面啊 有记载啊 佛或是佛弟子们的神通变化啊 这些是世间就是西游的 所以这样子的内容就叫做西游法 或是未曾有法 那第十二种就是论 就是就佛所说的教法 里面的内容 名相啊 或者是它里面的议理呢 就是加以来解释的 就是来了解这个议理 那这个部分是比较专注在一种 好像议论式的 那这个部分就叫做论意 所以这个也是特殊的一种内容 所以从佛经的这一些的佛说法 的这一些的因缘啊 还有内容啊 还有书写的形式啊 总共加起来 就是有十二种的 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性质 所以就称作十二部经 所以我们也借这个名词呢 来了解 有佛教的这样的一个名称 那就是除了佛经 那我们还有说十二部经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 也有称作九部经 那九部经呢 也就等于是在十二部经里面呢 就除掉自说辟域跟论这三种 那就叫做九部经 所以这个呢 是因为有佛派的这种 化分不一样 所以有称作九部经 有称作十二部经 那这里称作十二部经呢 显然也都是大小秤共用的 那在这里呢 当然发菩提心经论是侧重于大秤 那也用十二部经来 就是包括佛所教导的一切的经典 那主要的在这十二品 第十二品里面的空无相品里面 要讲到的这个辟域呢 我们这个主要的故事内容 最主要的是指着一位 已经是修行修正的大菩萨 那么他把佛所教导的所有的这一些的法教 这些的经典的内容 他就写在这个虚空里面 然后呢 经过了无量劫以后很长的时间 那佛法都灭了 那我们说佛法灭了 也就是说这个世间啊 都没有人知道佛有怎么样子修 这一些的这种教法都没有了 那所以我们通常说佛在世的时候是正法的时候啊 那佛入灭了以后 就依照佛所教导的还在修行还有人证悟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相法 那也有佛的这个法相 那人也懂得说拜佛啊 皈依啊 那这样的时候是叫做相法 那到慢慢的修正的人少了 那那个时候就叫末法 那到末法真的 慢慢的慢慢的连 好像这个世间的这种简洁啊 就是我们这个洁 就是浊的时候 洁浊就是 就是人心也显恶的多 众生浊就是五浊二世 那这个时候慢慢的佛法又更加的没有人修行 那那个时候呢就佛法灭了 那佛法灭了以后呢 有求法的人 那就是又有好像有一些心存善性的人 那么他想要这个求法的人无所见闻 那也没办法听闻到佛法 那因为这个世间呢 还是有很多的恶缘啊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 可以说没有办法听闻到佛法 那众生颠倒造恶无边 就是五浊二世到很激烈的时候 所以我们从这个弥勒经典 还有一些就是谈到这个世间 就是恶法兴盛的时候啊 人心就是非常的邪恶 就是互相残杀 就是看到另外一个人啊 都是充满了这种恶念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连这个草木都变成刀子啊 就是随手一拔就可以杀人这样子 所以就是众生颠倒造恶无边 就是以所有的恶行呢 就当作是好像一个人 就是充满了这一些的这种恶念 就是愤怒 就是没办法平息啊 这样子的一种五浊二世啊 还是要靠有善心 有对众生的慈悲 所以这样子的菩萨在这个世间啊 能够兴起啊 所以说在五浊二世很邪恶的时候呢 富有他方静智慧人 也就是一种大菩萨 他发心要来度化众生的啦 所以说他方 不是在五浊二世里面的 那就是要有大菩萨发愿 要来到我们这个五浊二世呢 来发愿再修行 然后教导众生啊 所以就像是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面啊 就正式的提到本门就是 他的如来寿亮品说 释迦牟尼佛 其实呢他是久远就已经成佛的 然后呢 他就是视线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成佛 所以就等于是 他在发愿再到我们这个 卓二世来视线 所以说富有他方静智慧人 灵敏众生啊 广求佛法 所以呢 他是要来这个度化众生的 看到众生呢都没有修行 而且呢都是广行恶 恶行啊 就互相残杀了 造恶无边啊 就是好像要造成这整个世界的 世界的颠覆啊 所以呢 这位他方的清净的智慧人 是一位菩萨吧 他广求佛法 所以呢 他就来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来到这个 世间 众生都在造恶的这个世界啊 他就看到空中的文字啊 因为他是大菩萨嘛 他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他来到这里呢 他在空中就看到 在这个世界啊 以前是有佛在这里说法过的 那有菩萨呢 把佛所说的这一些法 就把它写在这个虚空里面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藏传的佛教里面 就常常有看到说福藏啊 所以这个应该是有的 像在藏传佛教里面 有很多梁花生大士啊 他所修行的这一些的 这个过程啊 他所说的法教啊 他所证悟的这一些的法啊 那都在这个虚空里面 那就要有这个福藏师呢 去把它找出来 所以两个部分都是很 不可思议的 都是要非常有修正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这一位大菩萨智慧者啊 他就看到这个虚空里面的 这些福藏的这些经文啊 所以呢 他看到这样子的空中的 这些文字呢 他可以看到说 他是字画分明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因为他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他看到虚空里面 有这一些的这个保障啊 有经文啊 所以他也就认识了 认识说哦 这位佛呢 在当时他所教导的 这一些的法教的内容啊 所以呢 他就读诵 然后受识 因为他来到这个世间嘛 也学这一个世间 曾经 证悟的佛所说的法 他也学他的法 因为每一尊佛呢 他所说的法也有他的不同啊 所以我们啊 有阿密陀经 是阿密陀佛的这个愿力 所以他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经典 那还有东方有不动佛 阿处佛国经 这个里面又叙述阿处佛的佛国的净土 那怎么样子能够往生阿处佛的佛国度 所以每一位佛所说的法不一样啊 所以这一位静智慧人 他到了这个地方呢 他就看到过去佛所教导的这一些法的 这些的内容啊 所以他就读诵 然后呢 受词 如所说行 也就是如这位佛所教导的内容去 去修行啊 那广眼分别利益众生 他就教导这些众生说 应该呢 去恶 然后行善啊 按照这个经典的内容去修行 所以说分别利益众生 就教导这一些众生说 你们应该要赶快修行啊 然后呢 这样子来 就是教导众生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教化是非常的尊贵 是慈悲有智慧 所以这个发菩提心经论里面举这样的辟喻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那这样子的疏空者 也就是过去佛所教导的这位大菩萨 把佛所说的这些经典写在虚空里面的这位菩萨 跟四空智人 也就是能够从空中 能够认识了这个里面的文字内容的 这个他方来的静智慧人 这样子的两个人都是不可思议的 那而且呢 他们都能够宣传修习寿 引导众生 另离戏父 也就是让我们 就是在五浊二世的众生 又听闻了佛法以后 又能够知道说 原来呢 有这么宝贵的法 可以让我们来修行 那我们从我们的这种五浊二世的这些苦恼 痛苦里面呢 能够解脱烦恼 所以这个是就我们这个 在苦的众生来说 还是有离苦 有得乐 还是有此岸到彼岸这样子的分别 所以这个是一个辟语 说有佛他是说法 然后呢 会把这个法呢 就是流传在这个虚空 然后让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可以认识到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在教导 所以因为要讲到受寄人 所以先讲到说佛是长远以来 就是一直在说法的 所以佛说法虽然有灭法的时候 可是呢 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慈悲智慧的人 他还会再把这个法再兴盛起来 那这样子呢 就是含有 就是佛在受寄 他是让法 他会在这个世间 还是这样子流传的 那接着呢 在空无相平里面呢 又有第二个辟语 那这个辟语呢 就是直接就讲到 释迦牟尼佛 他过去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要成佛的过程 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先念一下内容 说 诸佛子如来说言 过去世时求菩提道得值三十三亿九万八千诸佛 耳时皆为转轮圣王 以一切乐聚供养诸佛及弟子众 以有所得故不得受寄 这个部分我们先解释一下 这个是第一段 第一段呢 也让我们知道说 释迦牟尼佛啊 过去世他在求菩萨道的时候啊 也就是他要行菩萨行啊 他也是发菩提心 要能够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啊 那行菩萨行嘛 那他呢 就是经过很长的时间 那在这些很长的时间里面呢 得值 值就是遇到 他就是有遇到 就是有三十三亿九万八千诸佛 这么多的佛 就是有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每一尊佛到下一尊佛 就经过的时间多长啊 像我们说释迦牟尼佛之后 就是弥勒佛 可是弥勒佛要成佛 下身到我们这个世间的时候呢 是要我们这个世间的人的寿命 是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啊 我们现在才最多就是人类就是一百岁 所以这个时候要经过一个增结 就是我们的人心向善 然后呢 就是人的寿命也一直增长 那佛 那佛 释迦牟尼佛 他遇到三十三亿九万八千诸佛 这么多的时间啊 那学佛 那那个时候呢 他每一次都是转轮圣王 所以他呢 都是以最好的这种 就是音乐啊 或是供养的这一些供养品啊 来供养诸佛 他每一次每一次遇到这样的佛 他都是转轮圣王 那就是当国王 然后以佛法来就是治理国家的 叫做转轮圣王 那可是呢 他因为有所得故 所以不得受计 也就是说他心里还是有所得啊 就是没有看到诸法的真相 所以虽然他供养诸佛 有这样的大福报啊 都是有所得来修行 所以他还是没有得到成佛的受计 那我们先讲到这一段啊 那先把我们学习的功德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嗜从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蚊子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敌苦得乐 这是慈悲至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至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跨国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总管理处 赞山法师组法 赞江法师赞同法师领众 日期7月3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 恭送普贤行乐品 即佛前大贡 下午1点 护生即大蒙山法会 地点 屏东庙宇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大兴路175号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请线上表单填写 消灾超建牌位 連結34w.cbzy.org.tw731 高雄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高雄中山书方 慈悲至夜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報恩孝亲 起见梁皇保产法会 及三师系念法会 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 梁皇保产法会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8月27日星期六 三师系念法会 时间上午9点 恭请慧态法师 慧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多顶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南魔灭除一切有违法 即种种迷幻 定解微得生如来 南魔灭除一切有违法 即种种迷幻 定解微得生如来 念诵一遍 能极深成就 南魔灭除一切有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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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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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